有你幸福 共同花团禁足 好 幸福 好 幸福 退後委屈之後 應該講 退後是 我跟李律長做一個短暫的交流 李律長非常慈悲地堅信我 有些部位都做到過 李律長提醒我說 你只有做到老師的 《桑馬》這本書的第四章 《桑馬》第四章 突然進行什麼叫做做到第四章 所以當下我就告訴我自己 回去我要重新再翻閱這一段書 過去呢 我在看《桑馬》這本書的時候 真的就是四章十的翻閱 那當中看到 以前我覺得看到的是眾五部分 當我在重新再翻閱這本書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我光是從第一章改變生命地 我就看到了 李律長做的事情這麼多 為什麼 我們都想要改定我們的生命地圖 但是在改變生命地圖之前呢 我們是不是有些為自己做好定位 我們如果有些為自己做好定位 理清我們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走 這個地圖要怎麼改變呢 所以呢在第一章裡頭 老師看你的品風向說 定位的重要性 那我們除了要定位之外 你要怎麼往前進呢 我們沒有要去我 親條庫 我們的親也沒有做到位 我們沒有做到位 我們要怎麼期許自己的生命地圖 可以推得動呢 怎麼走得動呢 怎麼撞得動呢 所以我再 雖然說我自己來 擔任這個經營會主持人 經營會主持人 經營會計畫一年的時間 到下個月就這樣好滿意 真的很會客人 還好上次有她 這個在這邊的交付客人 我才深深地體會到 我過去讀書 我真的是說網站很熟 真的 然後等下我回去再重新翻閱 重新從第一章 有真的一個資訊的資訊 我一個禮拜只看一張 因為我想要看的 我導師到底要從這本書裡面 帶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智慧 還有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保護在裡頭 真的 重新這樣子體會說 我真的 我發現這就是差不多程中 這個設定 我會有幾點一判 離你之中的自己 靈感好像也變得比較多的信心 那我覺得我現在 接下來 在這個聽聽會上的分享 應該可以更加的 應該講更有內容的感覺 應該是說挺夠豐富 用真的浪漫的感動的老師 在這本書裡面 告訴我們的真正的用意 那就是很簡單的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我自從上一次參加這個 我們的交流會之後 回去再重新辦理 做得到一個很大一半的體育 那現在還在努力進行中 那如果有一些圓圓的提包呢 我請各位同學 大家不想談談一下 那當然也很開心 我覺得 還有一個最大的收穫 是在於 在桑馬的這個事件 導師幫我們搭建的 讓我們相關與善 我們總是會有一些混層 人間的事實會發揮 我們往某一個方向 但是因為我們導師幫我們搭建的品 讓我們有固定的時間 相聚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鄰居的內心 讓我們不至於 偏離這個軌道的態度 那還幸運的呢 我增加了一個 我們有一個經會 然後也有不同的主持人 我們也有固定的時間 做一個共振 常常就是 有時候會聽到 像是上面 還是聽到 斯嘉尼大哥的分享 那過去呢 我們只是單純只有在 台灣學員的部分的分享 那透過主持人的這個共振 我們有的時候 還可以聽到 那個希臘的同學分享 甚至於有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 每個地區的學員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 不可多得的一個難度的機會 因為每一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可以用什麼樣的 一個 一個自我免費 或者是善用導師的方法 如何協助他們 突破困境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難度 那我很珍惜 在這個 可以有相聚的機會 可以有共振的機會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現在是一位 小朋友的分析 我往下時間 我就比較不方便出 那議員長的這個 經驗會的時候 我就說 我時間只要OK 我的命令 在頭顯卡裡 我真的發現 金光碟 真的就是在這個螢幕上 很奇妙的作用 你這個 你們都會說 媽媽 你的手機上是發掉的 為什麼他一直在閃爍著 這種的光芒 那因為他現在 我跟他解釋太多了 他 他 誤會了 在進入一個 三怪怪的 這個團體 我說 他說 沒有 其實 這可能呢 就是一個神秘的作用 在我心裡那邊解釋 你可能不懂 你就靜靜的看 如果能不能跟你們的話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的孩子也進不來 因為 今年二月份 一個特殊的姻緣 我的錢不重生了 那 孩子呢 為什麼 所以所有的事情 就是由我這個房地帶領 必須要出面 做很多錢 嗯 那我覺得自己是天地 給我最大的名副 今天剛好是 這個富有可能很簡單 自從進入到松島世界裡頭 我真的覺得富有有好景 不能說有有好景 我就在這個富有分為的裡頭 我小時候最大的夢想 就是希望可以跟你們有這個見面 但是呢 這個家族不是太有嗎 可能是有一點缺口 那 很榮幸的在參加了第一次 拉斯維加斯的多年來之後 我這樣有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多的一筆資金 去整修家庭的40年的房子 那 這呢 是我完成家的夢想的第一步 因為媽媽可以 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可以做我的孩子 跟著我們自己生活 也給我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照片 那說也奇怪 也是第二次到的 拉斯維加斯去了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天地安排的情況 就這麼很順利的買到 國人身中的第一間房子 那買房子其實對 也許有些人來說 其實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說這是天地送遊兒禮物 為什麼呢 因為我買的那個時間 當我是房價過程的時候 那我才買完沒有的 兩個月的時間呢 它的房價就上了一百三十二十年 那我為什麼就是說 這是天地送遊兒禮物呢 因為其實我一個單喜歡 我要工作也不要照顧孩子 那很多人很熟都是走自己這個等 不要再負擔這個房子 其實是會有點緊張 我會有點沒有安全感的 但是呢 天地安排到 你在最多一的這樣 都是我緊張 所以呢 我在戶場那時候呢 我就有點痛苦 而且今年二月份 開始疫情的展開了 我就更恐慌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工作收入什麼都是 所謂都是在下降 我才正在安心的 該如何去保住我 好丟臉的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在二月份的時候 離開了 大家離開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有負債 但是因為有一些 收入保險的一些 已經下降了 他有一些負債 我當時我所選擇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說 他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你就去把月申請 所謂的包製計算 你就都不用了他就好 但是我敢其他東西 因為地址會裡面交代我 教導我 現在要嘛 所以呢 我選擇 我把所有的負債清單列出門 然後逐項逐項 一條一條的 都會慢慢讓他買清 那我原本以為 說可能要求我自己 戴口袋裡面 戴口袋 然後先去幫他 把這個負債全部買清 可是呢 這也是天地很強要的判斷 我不但幫他的負債 全部買清了之後呢 他呢 還留下一點點的錢 讓我這兩年的房貸 所以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感恩 天地所給我的這些祝福 就是說讓我 再去那種錢的時候 天地都讓我 不用費了錢的擋浪 而且這個錢在什麼地方出現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在常常裡頭 我們要誠心的 合理天心做好我們災救的事情 天地的禮物真的就是 一直都在你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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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在這一次的這個 10月份的這個活動 多月八月 我購買了100張的票 那買下去呢 也差不多2個半的時間 現在稍微就把那些負債 他說 欸 跟小姐說很意思喔 那個當初我們在負債的時候 發現很多負債的一定玩笑 那我們現在要負債12萬元 那請你取負債的故事 哇 我當下就覺得 我現在剛好 業績狀況不好 我只需要運費收入 欸 這12萬就這樣子 就入內障了 所以真的 我覺得天地的尿 真的是 五百年幼大 真的很開心的 在這樣一個很便利的談談裡 然後大家與此互相共振 然後每次每次在這邊 都生活的這個 所以也真的很期待各位 可以大家一起 互相密集 互相的很期待 想說的很期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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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